摘芒果不成 跌落水沟 幸好遇到民众神救援 这要把渔民菜姓富人陪着婆婆到这儿找朋友 看到路边的芒果树一时兴起 上前摘产 不慎就摔进了大排水沟 当时这个水深有一米多 民众赶紧抛出救生圈 让富人抓住 校服的人抵达现场之后 赶紧叫她送医 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监视球画面拍下 一名穿着白衣的富人 下车后走到芒果树下 左右张望 接着她竟然不顾危险 爬上桥边的护栏 想要徒手摘芒果 只是没想到一个重心不稳 整个人跌落两三米深的大排水沟内 附近的民众发现 立刻通报消防队 但由于当时水位高涨 水深将近一米多 民众也不敢贸然下水救人 只能赶紧找来长困核救生圈 抛给富人抓住 让她不至于被冲走和往下沉 哎呀 那个找我帮忙 没没没 过来帮忙一下 她就这样的啊 好像掉下去就对了 对对对 下方队员火速赶到 把人拉回岸边 将人救起送医 幸好富人没有大碍 原来这名52岁的蔡新富人 住在台中 28号陪婆婆到彰化大村来找朋友 看见树上结实累累的芒果 又大又香 好诱人 一时兴起 忍不住想摘 没有想到失足跌落大排内 还好抢救及时 没有危及生命 只是须及一场 为了摘免前的芒果而受伤 怎么算都划不来 街道贸 正华报道